造型的儿童这种同车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鞋领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福特皮卡造型的车头 看一下这边 车头非常的大 非常的高 看起来非常的有档次 然后我们看一下中间 中间是一个福特的logo标志 福特正版授权的 然后看一下这边都是电镀键 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看一下大灯 大灯也非常的讲究 大灯中间一看 大灯一个大灯 两个大灯 上面还有霉灯 然后这边还有霉灯 都是仿造福特皮卡针车造型 所定制达到的 然后看一下车头这边 非常的大 非常的饱满 然后重点我们看一下 这个引擎盖 看一下引擎盖上边 也装有装饰性的装饰条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引擎盖 我们这个引擎盖可以打开的 看一下 其实这边是一个储物箱 可以放一些宝宝的玩具 宝宝的零食什么的放在里面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储物箱里面的空间 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这个储物箱呢 你看一下 这边是两个磁石的扣子 就是你放下的时候呢 往下推过去 它自动就这样吸住了 然后打开也是非常方便 轻轻一拎 这样就可以打开的 看一下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实用 然后看完这边 侧头部分 然后我们看侧边 这款车的侧边 我们看一下前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大的越野车的前轮 然后中间 很漂亮的电镀键装饰的 然后前轮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前轮非常的宽 你看一个成年轮的手 抓着抓不住了快 然后轮子中间有橡胶条 是起到防滑耐磨的作用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是一个可折截的反光镜 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逼真 可以折截的反光镜 然后这边也都是电镀键 电子部装饰键 让车子看起来更加的美观 然后中间轮盘看一下 我们这边你看脚踏上车的部分 我们都采用了电镀键 仿真车一模一样的设计 看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有打刺 然后这边有贴花 然后车门这边有一个仿真的 拉手 车把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扣子 这扣子按下 这个车把车 车门就可以打开 这样 然后按着 这样就可以关注 方便宝宝上下车 然后后轮是跟前轮一样的 一样尺寸的大轮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霸气 非常的美观 然后看完侧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四个这个地方 靠分上面有四个照明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因为白天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晚上的话 这四个灯很亮的 很漂亮的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动感 非常的时尚 然后看完这边 我们看一下车尾 看一下车尾 车尾也是一大亮点 因为我们这款车是皮卡造型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车尾是在一个兜的 一个兜 可以放一些宝宝的玩具 宝宝的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这边 我们这个板呢 还可以放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只要把这个板 拎起来 竖起来 那就可以放下 放平了 这边放平了 也可以做一个小孩子 它的承受力 也是非常大的 这边 然后演示一下 这个我们这个车的承受力 我这个人160斤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样坐上去 你看 坐上去 就是做一个小孩子 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车尾这边的造型 这几 你看车尾的灯 也都是非常讲究细节的 里面都是带有三个灯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边同样是福特的logo标志 正版授权的 才有这种logo标志的 然后看一下 我们这边你看 这些都是用电路的装饰键 让车子都看起来非常的大气 然后看完了整体外观 然后我们看一下 车子在驾驶商内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是一个仿真的导航界面 就是一个装饰用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仿真的空调出气口 然后这边呢 这边是一个一键的电源启动 按下电源启动 然后电源启动 边上有一个前进停止后退的挡位开关 就是宝宝自驾的时候使用的 自驾的时候按到前进 踩下脚踏开关呢 车子就可以往前 按到停止的话 踩下去没有反应的 按到后退的话 就是倒车 然后看一下这边 这边都是一个冷光的仿真的仪表盘 然后中间这两边都有两个仿真的仪表盘 然后中间这边 这是一个多功能的音乐方向盘 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间也是福特的logo标志 很漂亮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喇叭的按钮 我们按一下试一下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音乐播放按钮 可以播放我们车子自带的音乐 然后如果要停止这个音乐的话 然后看这边 这边有一个多功能的音乐播放器 这边有一个按钮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按钮是停止音乐的按钮 按一下播放 按一下就是停止 然后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个播放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多功能的音乐播放器 这边有很多 大家可以看 这边是一个USB 就是插油盘的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SD卡 就是我们平常手机里的TF卡 直接插你就可以了 这边是一个MP3借口 就是通过我们赠送的MP3数据线 连接手机或者MP3插上去 就可以播放音乐了 然后我们这边先走 这个一个U盘 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们平常用的那个U盘 你可以把宝宝喜欢听的歌曲啊 或者自己喜欢听的歌曲 靠到U盘里面 然后把U盘插上去 然后呢 这边 有一个播放键 按一下播放键 就开始播放U盘的歌曲 然后这边 第三个按钮就是下一首歌 每按一次就不厚 如果觉得声音太少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按钮是减少音量 第三个按钮是增加音量 然后我们要减音量的时候呢 就一直按住 这样的话音量就减了 然后这个按钮一直按住 音量就加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车的音速是非常好的 然后按一下这个 是一个播放一直按钮 如果要停止音乐就按这边 第二个 然后这是U盘 然后我们这边还准备了一张TF卡 就是我们平常手机里的小的内存卡 把喜欢的歌曲下到内存卡里 然后把TF卡按住 这个TF卡上面有同片的这地方往上 轻轻的就是插进去 然后按下这个播放按钮 同样按这个就是往后选歌 然后按这个是往前 然后这个一直按住就是减少音量 这个一直按住就是增加音量 好了 这个就我们介绍这里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车子的遥控功能 首先这是一个我们车子配备的 多功能的蓝牙遥控器 我们打开车子的电源 按住遥控器这边有一个对屏按钮 一直按住 它的灯会闪烁 按到它的灯不闪 就是对屏成功了 好 现在对屏成功了 然后按到前进 车子就可以往前 车子自带缓启动功能 启动都是缓慢启动的 后退 右转弯 左转弯 右转弯 左转弯 下面我的重点介绍一下 我们这款车子的避震功能 我们这款车子的避震是申请专利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款车子的避震是怎么样的 你看 是可以弹起来的 你可以往上任何一款同车去比较一下 人家的车子就是按下去 慢慢的可能有时候弹不起来 但是我们这款车呢 不需要任何的外力 就直接被开起来 真正的做到 让宝宝坐在里面有避震的效果 让宝宝坐在里面非常舒服 然后这边车的部分也是非常好的 地震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可以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款车的承受能力 因为这款车设计的时候 可以同时做三个宝宝 所以说100斤之内的话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然后现在 我这个人160斤 我站到车里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款车的承受能力 160斤 你看这里减震效果 160斤在里面还是有减震效果的 所以说三个宝宝坐在里面 非常轻松的 好了 这款车就要整理 谢谢大家